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鄉城說事 我是 Simon 今集我們又跟大家說一說都市傳說 這個都市傳說就是石中藏人 很多人都聽過石中藏人的故事 發生在1913年的北角 但其實原來往後一些年代都有發生過 還要不止一兩宗 時間回到1913年7月17日 當時《華智日報》有一篇報導 是關於一件發生在北角油街一帶 出現石中藏人的故事 報導標題一開始就寫著 是神是鬼 亦是自投羅網 究竟這件事是發生甚麼事呢 事份在當時舊的亞西亞火油公司附近 話說一個夜蘭人證的事份 有一個潮夫在山邊聽到疑似鬼哭聲 但眼見四野無人 怕遇到妖魔鬼怪 於是就急著腳走回家 但事後發現原來住在這大居民 都聽到類似的聲音 大家都搞到切夜難免 第二天早上 聲音的源頭依然有微弱的聲音傳出來 不知道是人還是鬼 但居民想心一層 如果是人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這個人都已經叫了一晚 於是有些大膽一點的人 就戰戰兢兢地傳出聲音的地方 看看究竟是有甚麼龍妖 去到附近 人都只是看到一帶雜草重生 找了一輪後才發現在一塊巨石之下 傳來了一些人聲 那些人完全不知為何 在石頭之下唯有人聲 但因為關係到一條隱病 於是就決定報警處理 接報後 警察和消防局 當時消防局叫做水車局 都馬上派人來幫忙 預示者、警察、消防和救護 都組織商界來到現場幫忙 查看之下發現一名男子 被困在巨石之下窄小的縫隙之中 而最奇怪的地方就是這麼小的縫隙 窄到連老鼠都很難捲進去 當大家發現有人在裡面出不來的時候 就打算破開石頭來救人 大家試過用作、叫和坐等等的方式工具都開不了 弄到工具都難為了 都是開不了 香港人最喜歡當然是吃花生 1910年代的香港市民 到不例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大家聞風而至 時間越來 來到圍觀的人數就越來越多 甚至有報館派人進行採訪 去到晚上 這個本來明無人煙的地方 經過這件大事之後 突然之間燈火通明 呆娘民眾聚集之外 更加吸引到一些商品來這裡擺檔 當時這個地方更加有粥粉麵飯 糧果零食等等小販日盈俱全 甚至有指連賣藥和看相的看相佬 都來到這裡擺檔 整個山頭還旺過新年時的夜市 那晚搞了很久 都沒有辦法救回市主出來 甚至出動大型機器都搞不定 因為大石深深地陷入地底 根本搬不開 又過了一晚 很多人眼見情況越來越危急 這個時候有幾個外國的水兵 因為聽到這個消息 就來到現場看看發生什麼事 看過一輪之後 他們就說可以上船 拿回機器和帶水兵來幫忙 搞了幾個小時 終於把市主救回來了 而救援人員都立刻為市主進行施救 不幸中之大行就是市主只是輕微受傷 並沒有帶愛 但是他最後被送去顛防 即是精神病院 然而故事的重點都不是救人的經過 反而是究竟為什麼這個人會進入到一個 只是有老鼠或甚至乎連老鼠都爬不到進去的石縫 市主到達了醫院之後 跟醫生說自己在太古堂藏工作 即是今天則如沖堂藏雞一帶 但在當日下午開工的期間 覺得有點不舒服 於是就跟管公請假去海邊逛逛 在海邊散步期間遇到一對年輕的姊妹 那麼市主就忍不住走上前踏散了 這對姊妹都沒有拒絕到她的 還跟她一起遊蕩了一番 事後更加邀請市主回家 入屋之後 姊妹更加為市主獻上酒菜 有拋下眉眼 在市主以為自己驗複無邊之際 忽然覺得下身有點涼涼的 原來已經浸了一半在水裡 而眼前那對姊妹都不知所蹤了 市主就唯有大叫救命 繼而就出現了我上面提及過的故事經過 而這個故事 都是在醫生報告中有提及過的 故事的主人翁的結局 當然就是被人當她傻佬的方法處理 在常文提及過 她多次拒絕被人救 又不願意吃東西 由市主的不願意合作 到後來被知她為鬼所俗 再加上這件事 發生在充滿靈異色彩的七姊妹一帶 故事就更加悔悔悔悔 但其實除了上面的故事之外 還有兩個類似的故事 在坊間流傳過 讓我們看看 第一個故事就沒有報紙記載的 反而是一個都市傳說 傳聞有一天 有一對母子乘搭艇仔 由外地來到這個地方 以這裡為家 兒子入院之後 百無了賴就上岸走下 看到那些男女乘雙乘對 談情宣慰 心中非常嚮往 自己一個人逛逛逛逛 突然遇到一位妙齡少女 都是孤身隻影 男仔忙了幾忙 發現女仔對自己露出了很動人的微笑 於是就膽粗粗地走上前面踏散了 兩個人就開始在島上四圍走 男的就發現女仔帶她去的地方 全部都是沒見過的 而去到一所樓台之後 女仔就更加帶了男仔進去 進去之後發現裡面 燈火輝煌 更加有同伯招待 再走進去到大廳 又見到美女如雲 再歌再舞 同伯和美女 更加不知為何會走上前面 恭賀這對新人 藉口兩個人當然就入房 洞房花燭爺 但是醒來之後 男仔發現周圍好吵 一開眼就發現自己被媽媽和很多人圍觀住了 自己就動都動不了 原來男仔已經被人埋在一堆大石下面 剩下的頭露出地面 自此之後 沙擊灣一帶有妖女傳聞就甚囂塵上 一傳十 十傳百 此後就沒有人再被子女去沙擊灣一帶出遊了 但是我們相信這個傳說其實就和當日在北角 沙擊灣這一帶很輕盛的行業 有關的 就是色情行業了 四五十年代 北角海岸一帶有一藏名為 麗池夜中會 有支第一屆香港小姐選舉 即是1946年 由香港中華業餘兵團 和英國空軍俱樂部一同舉行的改一屆 就是在這個地方舉行 麗池夜中會原本是叫做麗池花園 有餐廳 舞廳 和遊泳池 而在第一屆香港小姐競選之後 這裡竟然變成了麗池夜中會 而與此同時 北角都開始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娛樂場所 包括了月園 天公夜中會 船公戲院 都城戲院 和夜中會等等 基本上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時期 這個地方都是夜夜生哥 令到北角出現了小上海的名稱 而去到今天 其實走到北角 仍然看到當日小上海的身影 就是黃都戲院 雖然不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戲院建築 但它就代表著這帶曾經燈紅走路的歷史故事 回到傳說 為何會有比鬼迷 或者出現妖艷女鬼的故事 相信就是那一代的老人家 想用傳說來恐嚇一群年輕人 甚特別是年輕的男士 要他們自己照相 不要接近或沉迷女色 遠離這些花天酒地的地方 第二個被記載在工商晚報 1951年4月23日 而這宗新聞發生在很多有錢人 和洋人居住的山頂區 在1951年4月22日 有一個24歲姓程的男生 被人發現被困在山頂區 狹窄的峭壁裡 被困了14小時才獲救 程先生本來住在鴨巴殿街新道 出門口的原因就是為了找他舅舅 他被救出來的時候 跟警方說他是受鬼迷惑 亦都說不出當時是向上爬 還是向下跌到峭壁之上 而那個峭壁是位於桿德道20號的山上 在4月22日 有一群人經過這個地方 忽然之間聽到人叫救命 於是就打999了 這個時候一個鷹人 交通崩盤 和一群鷹人路徑這個地方 看到這個男人 被困在盧吉道堆落500呎的峭壁裡 就立即想辦法救人了 不久一大堆警察來到 放了一條繩進去 讓男生爬回去上面 怎知條繩不夠長 差30呎 於是六個警察就帶著梵寶床爬下去 把男生綁在梵寶床上面 然後就拖上盧吉道 當時警察用了一個半小時 才能救他上來 最後一個男人 胸部和腿部受傷 送了去瑪麗醫院 即是現在的瑪麗醫院醫治 據報這個男人是牛奶公司的工人 那麼他是不是又是被鬼迷呢 究竟這個故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各位觀眾留意1951年版的故事 其實與1913年的傻人發現案 有點相似 都是被鬼迷 但是1913年的石中藏人 其後證實了是精神病 而這個故事 又真的想不到可以怎樣解釋 但是如果不向靈異方向想 可以從有心和無心兩個方向去想 無心的話 就可能是因為那個男人 深夜夢叉叉地外出 人在勞吉道的位置 一個不小心插了腳 跌落到被困的位置 而有心的話 其實當時那些地方生活的人 都是非常有錢的有錢人 究竟他會不會是有心爬去某個地方 或者某個家裡偷東西 但是失了手 那就不得而知了 故事就說完了 但是在北角一帶 乃至附近還有不少都市傳說 值得我們去探究一下 例如七字每道的傳說 還有遠一點 日月星街的傳說等等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意思的話 記得留言 LIKE SHARE 以及訂閱 再提一下你們 我們Facebook和IG 都會定期更新香港歷史的文章 有興趣就記得follow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